沒有股市呢 昨天繼續上漲 不過呢 你看K線都開始留下了上影線 那另外呢 亞洲股市今天呢 都開始大部分的亞股是開高走低 而且甚至有點帶量 所以我們一再提醒 短線上有沒有開始過熱 這是大家特別注意的 我們先看臺北股市 今天呢 加全就在這邊做一個震盪 中場呢是在平盤附近 不過量能還是維持在一千四百億左右 所以長線的這個長假題材呢 基本上在臺北股市呢 並沒有發生 因為二二八要休四天 大家都不害怕 那另外呢 外資今天還是買超了四十八億 那另外呢 貴買呢 這個就屬於這個開高走低 比較明顯 今天呢 中場是下跌的開高走低 不過呢 三大反而還是維持一個買超的金額 那量能一樣哦 今天的量能呢 這個拉回 不過量是增加的 所以呢 短線上到底有沒有過熱呢 待會跟來賓做討論 不過今天最熱的呢 是在大陸股市 大陸股市我們看一下 今天叫做陸股的烤肉日 什麼意思呢 陸股今天上衝下擊 上衝下擊 就很像我們烤肉 烤肉是要翻面 翻來翻去 翻來翻去 所以今天呢 這個量比昨天都還大 不管是上陣跟深陣呢 今天合計的成交量 都比昨天來的更大 今天又爆出了一兆以上人民幣的交易量 而且呢今天的K線呢 是呈現一個黑K 所以呢 陸股呢 短線上有沒有過熱 一樣哦 也是討論的重點 不過呢 今天看一下個股 第一個呢 今天公佈這個 剪資題材的紅灰 今天一架來到漲停板的價位 而且鎖了將近二十萬張 所以這部分呢 代表大股東的心態 為什麼現在剪資的公司特別多 要合併題材特別多 到底大股東現在在想什麼 這部分呢 我們請全鎮小哥幫我們做一個追蹤 另外有一些老牌的電子股 其實還是輪流在表態 包括昨天的紅機 那今天輪到了技嘉 他們的底型呢 都非常的完整 那股價是輪流的做一個表態 這也是大家可以留意 不過呢 開始有一些股票漲多呈現拉回 比如說 這個面板零組件的達星材料呢 股價創下波段新高之後呢 今天開始呈現一個拉回 一拉回呢就是跌停板 那另外呢 這個軸程 跟這個折疊手機相關的新日星呢 股價一樣 創高之後呢 呈現一個拉回 是有一些漲多股票呢 開始呈現拉回 也是我們要特別小心的 不過呢 要先請教秀麗姐 我們說大盤短信上有沒有過熱 說大盤你累了嗎 講到你累了嗎 可能很多人有看過這一則廣告 這個原本男女主角台詞 應該說 好久不見你好嗎 可是呢 男主角太累了 把它講成 你媽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你媽 你媽不見了好久 還是媽好久不見你 所以呢 大盤有沒有像這種情況 是不是已經有點累了 因為呢你從 技術面來看喔 確實很多的技術指標都已經來到一個超買區 所以有沒有過熱 那另外呢我們看一下大盤的K線 大盤的K線呢 基本上今天最高點的 這個 小的上限呢已經把它縮小一點 已經回補了之前 這個缺口的下緣喔 所以這個階段性任務事實已經達成了 所以我們要請教修理姐 我們剛剛講 大盤短線上過熱 確實我們之前也提醒大家 目前 因為這波反彈呢 利空越來越少 利多越來越多 包括明天呢 川普跟 這個 這個誰啊 川普跟金正恩呢 他會在越南的河內碰面 這算是一個利多 那貿易戰呢 聽說要往後演 不過呢有個事情跟大家報告 川普的這個貿易戰呢 可能有點伏筆喔 因為川普對於他的首席 這顧問啊 萊特海則有點不滿 那到底哪裡不滿呢 有機會幫大家做個追蹤喔 還包括 3月份呢 川席會以及MHCI對入股的利多 所以我們覺得這利多太多了 那短線上有點過熱 所以呢這是一個疑慮 而且再從長線來看 剛剛說 巴菲特失眠喔 我們稱叫 藍色巴菲特 因為巴菲特呢 可能也得了憂鬱症 因為他的長線投資呢 開始出現 損失喔 譬如說他最愛的 卡夫亨氏喔 最近股價呢 好像有一天呢 大跌了28% 大家想想看 食品股應該是一個 穩定的現金流 沒想到 食品股呢 也可以讓他的這一個 獲利啊 大幅的 我說整個操作績效 大幅的衰退 食品股好像也不適合長期投資 是這樣嗎 那另外他也提到 蘋果的股價呢 他認為喔 現在跌不會買 除非跌得更深 才可以買 所以他也在等待中 再加上他們現在現金部位 超過一千億美金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說 他找不到長線投資的機會 所以呢 巴菲特在於長線部分 出現一點疑慮 而且呢 這剛好跟川普 在前幾天喔 接受媒體的這個訪問 特別是大陸媒體問他說 對於貿易戰的看法 他講說 對於跟中國的貿易戰呢 他想跟中國大陸欠一份 維持數年的協議 維持數年喔 其實 長線來看的話呢 這算是一個 短線的一個利多 也說 川普呢對貿易戰也不敢講說 我們這次簽的是永久和平協議 反而 只能說 他能夠維持 短線的幾年的一個協議 所以你看投資大師包括川普 大家都覺得 短線呢 大家比較安全 所以 長線投資是不是有疑慮 那兩個問題問你 第一個 台北股市呢 短線上是不是開始要進入震盪期 第二個呢 現在講長線投資是不是不太對 因為 全球股市位階都變高了 就好像 現在如果是夏天 你跟我講說 你要去買羽絨衣 我覺得你 好像腦筋有問題喔 你應該跟我講說 你要去買永衣才對 所以你怎麼看 藍色憂鬱的長線巴菲特裡面 他提醒大家 這個之所以憂鬱喔 核心的關鍵問題就是 價格的問題 所以 其實擺脫了所謂的價格 其實市場線還是短線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就有很大的一個 需要大家去做解讀的地方 那再提到這個 川普提的一個重點就說 維持數年的協議 不再只是說 我們談好了協議喔 大家都有共識了 他竟然還給你設定一個年限 而且這個年限也可以隨時 我美國說了算就算 我說不算就不算 睡覺起來就改了 對 其實也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著重在的是一個短期的利益 你其實要隨時打帶跑 隨時要調整策略的 這樣才能夠應對到市場的千變萬化 這也是剛剛您提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即便是老牌的電子股 他其實也是在一直輪動的狀態 那我們再看到這一張 其實大家可以剛剛提到 提醒大家短線的確過熱了 可是這個過熱的部分裡面 KD指標很有趣的一個點就是 當他已經在1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到80之上的高檔區了 對 這個我們已經界定為 他不是叫做超買 他叫做鈍化 鈍化的概念會讓你不會錯過這一段大漲 我想 進過賭場的人玩過21點的 玩過百家樂的都知道 最喜歡那種連成一線 是 那這種連成一線 在高檔鈍化的一種特質 這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你覺得指數 短線上還有機會往上嗎 這個是在指標鈍化 還沒有結束之前 還有機會維持一個 進進漲的格局 那當然 只要隨時指標鈍化結束了 可能這一個所謂的 進入超買區過熱區 轉折的訊號 就會因此而出現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要注意 那當然就回到 長還是短 個股應該如何來評鑑 我們舉一個族群被動元件來做一個例子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國劇 國劇音樂營收算還不錯 然後 可是為什麼法人一直拼命賣呢 賣完了之後 或者是有沒有翻多的一個跡象 這也是我們看長看短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然後最近幾個交易日 怎麼變成下跌的 之前大家有印象的話 應該都還是知道說 被動元件不是反彈了一大段嗎 我們就來對照一看 從287一路快到400 那我們看到 除了大家看這個287的低點漲上來 今天來到了波段的高點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分時走勢圖 大家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今天是見到了一個短線的高點 然後再從高點之後下滑 有一個短線的停力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短線的停力狀況 如果我們再搭配他的K線形態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半年線的位置 因為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大家都 看強勢股能不能夠過高 基本上都先看半年線能不能被突破 那今天的國劇剛好卡到一個半年線 留了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另外一個留長上影線的 就是第二檔我們要講的華興科 292的華興科 他這個比較起來線圖是不是就比國劇強多了 他已經站上半年線 對他先站上了半年線 壓回測試半年線沒有跌破 沒有深度的跌破 又能夠再繼續的往上 所以在這個形態上 即便他們今天 從短線上來看 都留了一個長上影線 但是意義上不同的就是 在一個攻擊長期均線的這個位置上面 相對起來華興科的氣勢會比較長 華興科比國劇強 對為什麼他會比較強一點 我覺得這個獲利數字 大家不妨可以去做一個比較 我再來跟大家做一個整理好了 那你的意思說 被動元件現在是適合短線進場 還是長線的人進場 在這個位置點上 他透露出來 價格是一個關鍵 如果我們有機會 在150塊錢左右的一個華興科 而且在半年線之上 暫時不做追價買進 半年線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他在壓回或者是拉回半年線附近 再來做一個觀察 所以關鍵 重要的關鍵 其實是在看三月的營收 因為三月沒有什麼假期了 那三月的營收應該要 比較能夠接近 或者是能夠 比一月份的 營收數字要好一點 能夠交出這個好成績的話 我想 這個時間點上拉回在半年線附近的一個位置 法人的籌碼又沒有換散 也沒有大量的繼續的調節 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再來提到一個 今天大家會 或許可以去做一個比較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 藍色是憂鬱 長線都憂鬱嗎 或者是短線是不是在這邊 除了靈活之外還有沒有一些題材上面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比如說最近的這個 兩會概念股裡面 大家仔細的想一想 從年初的 CES展大家看 MWC展大家看 到兩會的題材概念股 這種都是一個 順著題材的 那是不是比較相對短線一點點 那 除了這個兩會概念股之外 我想也幫大家補充一下 最近大家在題材上面看到的一些個股 比如說最近大家看 滿見頂3044 好 那大家都知道PCP是這段時間還蠻熱門的 一些題材 對 輪動非常的明顯 對 那我們在節目當中也常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 有一些個股均線 短中長期均線的糾結 我們剛剛看到 有一些是跌得很深之後 半年線高高在上 好不容易才反彈 但遇到半年線的壓力 可是這個完全不一樣 大家看到 短中長期均線 這個是 半年線的這個均線位置 它能夠維持在這上面 糾結之後的突破 對 那這個是不是也比較符合了一個 我不是買在一個相對的高檔 那我也不是買在一個空頭排列的股價 在這種現行的 狀態當中 那再搭配 我們剛剛檢視的一個題材PCB 也不是一個短期的題材 所以是大家可以持續來關注的 今天還有一檔個股 也值得大家來留意 就是2633的高鐵 我們在看高鐵這種題材 也不會覺得它是一個短線的題材股 可是我們卻發現說 它好難得可以看到這種 帶大量又一根長紅棒 前面幾次出大量 都不會再像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狀態 好那這一檔個股 當然均線上面也都有一個短期均線 糾結的一個情況 那 配合 股票的一個股性 然後再加上線形 然後再加上籌碼 這個可以讓大家去判讀一下 它的一個短線 跟長線的一個差別 給大家參考 非常謝謝秀麗姐把這個長線跟短線的不管你要從營收還是從技術面的一個切入呢 包括殖利率題材做一個完整的分析 在當時請問一些給大家看 你們預備 請問一些評論 pre- 高峰 指定 期待 評論